日本公布长寿的五个好习惯 跑步排末尾 第一很少有人能坚持 在全球数据的相关调查中 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位居全球首位 统计数据显示 日本女性的人均寿命能够达到约87岁 而男性的人均寿命也能达到约80岁 相对于中国来说 这个平均寿命显然高于我国 我国的人均寿命仅为76.4岁 这一数据凸显了日本人 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视和养生保健的关注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速 许多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长时间处于不良状态 这不仅可能引发慢性疾病 还可能使人们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 因此如果想要拥有长寿体制 学习并借鉴日本人的养生保健方法 或许是一个有益的选择 那么日本人的养生保健方法 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 日本预期寿命83.7岁 随助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人类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 然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统计数据 各国的人均寿命与人们的普遍认知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这个排名中 日本以其人均寿命而引人注目 据统计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约为83.7岁 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的寿命如此之长呢 这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此外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健康 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 相信我们也能够延长自己的寿命 享受更长久的健康生活 日本公布长寿的五个好习惯 跑步排末尾 第一 很少有人能坚持 第五名 经常慢跑 尽管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可能并不热衷于高强度的锻炼 但他们却对跑步这一日常活动情有独钟 在日本 慢跑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可以促进健康的有效方式 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慢跑是一项有益的运动 它不仅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的活性 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还能延缓衰老 帮助人们延年益寿 通过坚持慢跑 人们可以改善心肺功能 增强肌肉力量 提高新陈代谢 这些益处都能帮助人们保持健康和活力 第四名 泡温泉 日本是一个温泉文化非常丰富的国家 许多日本人喜欢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到温泉酒店或温泉圣地泡温泉 放松身心 泡温泉的好处很多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缓解疲劳 舒缓肌肉疼痛 促进睡眠等 此外 泡温泉还能帮助排毒 提高免疫力 促进新陈代谢等 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益处 总之 泡温泉是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日本公认的长寿秘诀之一 通过泡温泉 可以放松身心 促进健康 延年益寿 第三名 饮食清淡搭配合理 日本人的饮食以清淡为主 注重食材的新鲜和原味 避免过多的调味品和油脂 在烹饪过程中 日本人注重保留食材的营养和口感 例如烹饪鱼时会采用清蒸或烤的方式 而不会过度油炸或煎炒 这种清淡的烹饪方式 有助于降低食物的热量和脂肪含量 同时也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 有利于消化和吸收 除了清淡之外 日本人的饮食也注重搭配 在日式料理中 蔬菜 水果 穀物 肉类 海鲜等食材都会进行合理的搭配 以保证营养的均衡和口感的丰富 可以有助于保持健康 第二名 心态好 在日本 老年人普遍拥有积极健康的心态 他们注重保持心情愉悦 乐观向上 这有助于延长寿命和保持健康 日本拥有庞大的老年人社会恋 许多老年人虽然年龄已高 但心态却不老 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文化娱乐等认为只要还活着 就要活出一番精彩 这种积极的心态 让他们在晚年生活中更加充实 快乐何有意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对4478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心态好的 快乐的老年人的寿命更长 这一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 表明心态健康与寿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名重视体检 在日本老年人普遍认识到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而定期体检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关键环节 日本老年人通常会定期接受身体检查 包括血压、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的检测 这些检测结果可以帮助老年人 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和治疗 此外 日本老年人还会接受肿瘤筛查 和心血管检查等更为专业的检查项目 以便早期发现和预防疾病 有助于保持健康 延年益寿 日本人爱吃纳豆对长寿有帮助吗? 日本人爱吃纳豆对长寿有帮助 纳豆是一种大豆经过特殊发酵后制成的一种食物 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包括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K2、不饱和脂肪酸等 这些物质对心血管健康 肠胃调节、免疫力的增强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益处 此外,纳豆中还含有一种特殊的美 Nitokinase NK 可以消融血栓 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脑中风等疾病也有一定的作用 经常食用纳豆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调节肠道菌群平衡 改善便秘等问题 有利于身体健康 中年后戒掉三个坏习惯 想长寿不是难事 吸烟 吸烟对身体健康极为有害 尤其是对心脏和肺部 戒烟可以大大降低患心脏病 癌症和呼吸疾病的风险 饮酒过量 过量饮酒对肝脏和其他器官造成损害 减少酒精摄入 尤其是在中年以后 有助于保护身体健康 不健康的饮食 摄入过多的高盐 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可能导致肥胖 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健康问题 中年人应该注意均红饮食 增加蔬菜 水果和全穀物的摄入量 并限制加工食品和快餐的摄入 50岁后多吃这几物 长寿或自己找上门 50岁后多吃以下六种蔬菜 水果 肉类 可能有助于长寿 蔬菜 1.菠菜 菠菜富含铁 叶酸 甲等营养物质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预防贫穴等 2.西兰花 西兰花富含维生素C 膳食纤维等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促进肠胃蠕动等 3.胡萝卜 胡萝卜富含 胡萝卜素 维生素A等 有助于保护势力 增强免疫力等 水果 1.苹果 苹果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C等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预防心血管疾病等 2.香蕉 香蕉富含钾 维生素B6等 有助于维持血压稳定 促进神经系统健康等 3.蓝莓 蓝莓富含抗氧化物质 维生素C等 有助于抗衰老 预防癌症等 肉类 1.鸡胸肉 鸡胸肉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B6等 有助于维持肌肉量 促进身体代谢等 2.三文鱼 三文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蛋白质等 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 预防中风等 3.瘦牛肉 瘦牛肉富含蛋白质 铁等 有助于补血 增强免疫力等 3.瘦牛肉认 2.0 2.0 5.0